订阅关山YouTube 即使文法得妙智慧 第四条就是欲 赞欲 也就是有人喜欢我们了 推崇我们了 就是讲话呀 就是让我们觉得顺我们的心 顺我们的耳了 我们就会感到欢喜 其实啊 这个很要紧 为什么呢 你都爱听好听的话 就会回避真正的直指心性 可以让我们的人生调整改善的中原 爱听好听的话 你就会回避这些 作为忠言逆耳呢 在佛教也讲 最好的口诀啊 就是直接打中你的缺点 这就是最好的口诀 所以 尤其是想要学佛的人 人家讲好听的话的时候 你自己内心要庄严起来 要严肃 要反观自行 要想到自己有多差 多不足 很多人听了几句好话 暂欲之也了 就忘掉自己有多差 多不足了 我们不如人的还很多 这些他都不看了 其实这就是人生的一个失败 所以你人生的境界就停在那个地方 没有办法再往上提升了 再来了 就是称 就是称道啊 称赞 推重其人 就是你推崇 重视 某一个人 然后呢 在讲话的时候 就会称赞这个人 称道这个人 其实啊 这个都没什么好事啊 人称赞你 如果是发自真诚 那还好 但是现在的社会 这种称赞啊 称道啊 他后面 都有 有他的预谋的 有他的目的的 这个 过度的称赞啊 过度的赞誉啊 也会损人的福德 你看有一 有一对夫妻 这个做太太的说 老公你今天想不想 体验一下 帝王般的享受 这老公听得很高兴 好啊 好啊 男人都想当皇帝 听到这个当然好了 然后呢 这个做太太的就说啊 皇上吉祥 皇上万岁万万岁 后来这个老公 好高兴 这样 然后他说啊 启禀皇上 臣妾今天 向重一个 十五万元的包包 请皇上恩准 然后 这个老公就说 皇上驾崩了 他前面称赞你 后面就没好事情了 夫妻 有的时候也一样 所以 有的时候 你太过于 太习惯于 被人家说好话 奉承 称赞 有的时候 忘记你自己要进步的空间 实在是很大 再来是 鸡 鸡笑的鸡 鸡就是 鸡贫 非裔 就是被人家挖苦 讽刺 甚至被责难 因为我们讨厌某一个人 根本没有的事情 我们也虚构出来 来批评他 甚至跟大众来讲他 这样子啊 这种事情常有 如果遇到 鸡贫 嘲讽 你心情就要不好 人生很难过下去 常常就要有心理准备 遇到这个事情 当作正常 甚至要有受辱不便 闻棒不达 这样的精神 受到了 毁辱了 当然适当说明 有的时候可以避免 大众受害 就要适当说明 如果说明也没有用 不说 那是正常的 你就像佛陀所教的 默病 当下了默默地接受 文棒不达 人家批评你 你也不必去加讲 说明 解释 这个事情放着 以平常心对待 久而久之 你看这个真相 会不会显现出来 如果你一生必须要 含冤莫白 其中必有前世的 恶业因果了 所以就算你蒙冤 你也不要觉得 划不来 要有还债想 我一定有这样的 恶业因果 所以我被人批评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 业债给还了 再来 苦 第七个 这苦 就是恶缘 逆缘 逼迫我们 我们人生在世 不可能都是顺境的 很多人来学佛 他说 我说你来学佛 做什么呢 他说这个佛菩萨 可以保佑 上师可以加持 我说学佛 不是免死金牌 你要受的这些 违缘逆境 还是会有 可能因为你修学佛法 会减轻或延迟 但是学佛修行 它是在顺利当中 不动心而能证得真实本性 这是学佛修行的根本目的 顺利之中 顺利远禁当中 不动心 能证得本性 你看这个 世间的八风来 我们的心就起起伏伏 心就大动 这个就不会有清净心 就不会有平等心 那我们的这个 本来真实的面貌 它就没有办法显现 永远是一个生死凡夫 所以心要能够清净 要能够平等 这是相当重要 人世间有很多的苦难 有一个医生 他跟患者讲 先生我们通知你 都二十几天了 你真是难找 今天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 一个是坏消息 一个是更坏的消息 你要听哪一个 这个患者说 我先听坏消息好了 医生跟他说 检查报告出来了 你得的是绝症 这个患者一听到 这绝症 还能再活多久啊 最多只能再活一个月 这个患者跌坐在椅子上 医生又说了 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 你要不要听啊 这个先生说 还有比第一个消息更坏的吗 他说有 这个检查报告是一个月前的 现在已经过二十几天了 雪上加霜啊 所以我们人世间 雪上加霜的事情 好多 乌漏偏逢连夜雨 点击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